大家打开 把电池取出 我们电池这里有一个绝缘的 把它撕掉 OK 打开我们的机器 像我们的用户名ssid和密码都是在这里 就是4G MIFI 然后后面是随机变的 然后密码就是1234567890 现在我们上我们的卡 可以暂停的 上好之后把它盖上 然后开机 连WiFi吗 可以了 开机之后 然后我们的灯光是这样的 就是正常的 然后我们就直接连WiFi就可以了 当我们灯光 显示是这个形式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手机连WiFi了 就是我们的用户名都是4GMIFI 然后杠后面像我们这台的话 它就是这个816 然后我们点进去 密码的话是1234567890 然后连接 好OK了我们试一下 就任意打开一个看一下 好OK 然后就可以了 这样就行了 好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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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OK